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皇上恩典 照你刚才的说法 那些宫里的珍宝 都是由前任总管太监秦通坚守自盗 而后为报答你对他的救命之恩 送到侯府来孝敬你的 是 老臣不敢有半句假话 而且秦通每次送古董字画上门 都巧立明目 老臣也不愿意占一个太监的便宜 因此往往赐以重金 就当购买一方才问心无愧呀 你性格耿介 朕是知道的 可是当时你可知道 这些都是宫里的珍藏 回皇上 老臣未曾去过藏宝阁 更没有那份荣宠 去观赏藏宝阁内的真品 所以并无所知啊 禀皇上 据臣所知 恩国老侯爷一向填淡 若非有旨意征兆 他连进宫的机会也很少 因此此话不假了 包拯 臣在 你怎么说 臣其皇上 安国老侯爷告劳退隐之时 臣已在朝中效力 臣已久已仰慕老侯爷 清廉耿介 甜淡自干 是才老侯爷所言 应属实情 既然你们两个都这么说 朕就相信了 所谓不知者不罪 安国侯 老臣在 现在看来 这宗盗宝一案 总算找出了来龙去脉 其主谋就是那个 前任总管太监秦通 朕恕你无罪 老臣叩谢皇上天恩 既然无罪无需叩谢 五叔请起吧 谢皇上 至于那秦通 虽然已告老还乡 可是他在职之时 坚守自盗 欺君往上 简直是罪大恶极 包拯 臣在 秦通之罪 应如何判断 所失宝物 又该如何设法取回 这些朕都交给你 全权处理 臣遵旨 好了 退下 退下吧 齐奏皇上 臣还有下情上奏 说吧 那白玉堂干犯恭敬 私闯藏宝阁 胡乱提师 固然是罪有应得 然而 如今已然查处那 盗宝之人 就是前任总管太监 坚守自盗 所谓 敬畏分明 盗宝之罪 臣恳请皇上 恩职特赦 让白玉堂 昭学于世 包拯 说的也有道理 盗宝之罪 与白玉堂无关 但是 干犯恭敬 硬闯藏宝阁 藐视朝廷王法 犹辱皇家威夷 如此重罪 应该严加纠板 臣明白 如今那白玉堂 是否 缉拿归案了 白玉堂 已然认罪 主动前来投案 正以待罪之身 今后审断定罪 他居然 自动投案 他现在何处 就在开封 此人 无法无天 狂妄之己 朕还记得 当初犯案之时 曾经说过 一旦到案 朕要看看 他的庐山真面目 皇上圣名 陈于剑 草泽之人 南登大雅之堂 更何况 白玉堂 乃是戴罪之身 若是 进宫面圣 只怕 八王爷多虑了 那白玉堂 虽是戴罪之身 但尚未审断论罪 以他所犯之罪 没有大辟之行 最起码 也有二十年的苦劳 包拯 你执法多年 难道这 不过 也要朕 提醒于你吗 医罪论罪 固然如此 然而 那白玉堂 虽然是戴罪之身 却颇负侠肝易胆 皇上 何不招他觐见之后 再依罚论罪 也还不迟 朕听你的口气 好像对那白玉堂 颇有好感 皇上圣明 皇上 那白玉堂 多年浪迹江湖 若是畏罪怕死 早已潜逃无踪 又何须前来投案 既来投案 即使不是死罪 也难逃牢狱之灾 他却坦然面对 逐渐光明磊落 倘若 皇上小仪大仪 在圣得感召之下 或可谓朝廷得以可用之人 何谓可用之人 包拯 这只是你为白玉堂 晚霞的异断之词 臣不敢 皇上精明仁慈 爱民如此 故而臣斗胆上奏 倘若 臣有失言失疑之处 还请皇上责罚 他 朕固然爱民如子 但也不能包容像白玉堂这样 使皇宫大内如坦途 将朝廷威夷 玩弄于鼓掌之中 包拯 你可明白 臣明白 以白玉堂之罪 朕却要召见他 只因对他好奇而已 绝无半点同情怜悯之心 而等切莫误会 明白吗 臣等明白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万岁 圣珠和鱼长剑 是世间的无价之宝 你居然送给了展昭 差一点惹起一场滔天大祸 你说 这究竟是为什么 爹请息怒 展昭是孩儿的救命恩人 请爹想想 是孩儿的性命重要 还是身外之物重要 救命恩人 这话怎么说 有个地皮恶霸 借了孩儿三千两文银 孩儿上门锁债 那地皮恶霸想对孩儿行凶 正个好展昭路过 把那地皮恶霸好好地教训了一番 不但还了银子 还跪地求饶 你这话不通啊 侯府多的是侍卫 地皮恶霸 怎么能够欺负到你的头上呢 这正是孩儿深思熟虑的地方 爹你想 堂堂侯爷府 如果跟地皮恶霸起了冲突 招来闲言闲语 会丢了侯府的人哪 那就算是救命恩人 也不至于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爹你想想 咱家的藏宝哪样不受无比贵重 只怪孩儿当时一时疏忽 忘了禀告爹爹 孩儿就此向爹爹告罪了 还望爹爹宽恕原谅 算了算了算了 这两件宝贝啊 原本就是宫里的珍藏 迟早要还给朝廷 那我再问你 你无缘无故地留书离家 跑来开封府干什么 孩儿来到开封府 也是为了爹爹您哪 这话又怎么说啊 孩儿听说 那个酿药酒的方家 因欠债太多 悄悄离开了封德县 搬到开封府来了 所以孩儿不辞辛苦 亲自跑一趟 想要明察暗访 找出那个姓方的 在为爹爹酿制药酒啊 你被骗我 上有天下有地 孩儿什么时候瞒骗过爹爹 那你现在打听出来没有啊 略有眉目 汴京是天子脚下 人多地方大 不怎么好找 这么说 你不能跟我一起回 封德县侯爷府了 是 爹爹先回侯府 孩儿一旦打听出消息 就立刻回来 我这一身的风湿痛 又少了那些药酒 就愈来愈严重了 那你就多费心了 爹放心 孩儿既然来到了开封府 当然要全力以赴